前段时间刷这个视频 刷到了谁 刷到了杜可峰 而且居然杜可峰就生活在上海 他经常出现在上海的街头 而且像永康墓这些比较热门的地方 他也是经常会出现 而他的身着打扮就像乞丐一样 这种风格也确实是让人大跌眼镜的 当然杜可峰本来就是一个不拘小节 不拘泥方面的演员 电影人士 作为杜可峰来讲 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患了皮肤病的中国人 其实说来说去杜可峰也是传奇人物 香港电影如果没有杜可峰 简直不可想象 所以我们可以从网上看 很多关于杜可峰在上海生活的一些小视频 这些很多人都去找他签名 确实是难得有这么一位人才生活在上海 但是似乎上海并没有给他什么 不知道上海电影节和他会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